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事不宜止 刚才我看到拍照的画面 再拍下去 今天12点都未能开始 所以怠慢了有些朋友 待会我们在节目之后 我相信张宇人会逐一和大家拍照 是不是 张先生 当然了 你今天来卖书 你知不知道 一定要多做一些执行 好 立即要找我的拍档上来 张先生 张宇人先生 我特意把我们两个牌拿走了 在这里上 张先生 你应该跳不上的 你在那里上 不用 不用 好了 今天有很多朋友 你发不发觉 如果我们要逐一说他的名字 我就不行了 但是所有人的样子 就是熟口熟面的 你有没有发觉 你个个都认识吗 你都很熟 好的 你可不可以拿一支咪和我聊聊天 我是来自 先介绍一下吧 我是来自 新城电台的 我叫刘远芬 大家好 我也是新城电台的张宇人 没错 我相信今天要 我刚才说笑 不是买书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大家进来 入到来的时候 就很心急要买一本你的书 买完之后 就很心急想 能够得到你的签名 待会在结束之后 应该有一个签名会 是不是 只是签名不拍照 搞错 还是不买书就不拍照 不行 我不知道 你这时候叫我要拍照 那时候叫我签名 通常我们都 然后就说 又要你来卖书 是的 当然了 我们明白自常的书 我们是卖赢 你们买了就大赢 不过张宇人 真的很开心 为什么呢 这本书是你第四本书 是的 都会是不幸地 我想都会是最后一本 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很难说 刚才人们都问我 这本书何时又再出第五本 我暂时不出 但难保以后不出 也有些困难 现在年纪老漫 眼看东西又不是那么好 是的 时间越来越无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要臭孙 提醒大家 真的笑壮不努力 像我那样 到六十多岁还要做 真的很惨 所以你们多点努力 多点积蓄 不要熬到七十多岁还要做 我觉得反而你还有很多能力 不过你想留多点能力 让你这些孙子孙子孙子 刚才你老婆告诉我 今天上来打 会是爆你的权料 很严重 他说到 但刚才第一个要爆他给我听 就是说 你最近很重的一个孙子 最好是爆我和你的陶式新闻 那很敏 那好一点 好难相信 好了 今天因为 其实张宇人有一个计划 想这本书做完之后暂停一下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 其实他做这四本书花了很多时间 除了有一班工作人员之外 他真的很紧张这本书 而且他经常跟我说 今天他很想有一个主题 和台下所有的朋友聊聊天 因为他说做饮食业是超级难 有没有人觉得做饮食业不难的话 可不可以拍手给我听 不难的 如果很难的 很难拍手来听听 好了 应该也是很难的 尤其是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政府 不配合我们的饮食业 搞到我们什么人都请不到 我快要在立法会做个动议 就要给我们饮食业 可以有多妻 什么叫多妻 娶多几个老婆 好啊 因为一个老婆不够洗碗 所以娶多几个老婆 可以多洗几间的碗 如果赞成的话 举手 或者拍手掌 哇 哇 哇 你这样的声音 即是 立刻就举手支持你 这个动议 娶多一些老婆 生多一些子女 不过我相信那些老婆 应该要先问问他们 他们是我们所谓在座朋友的幕后英雄 是的 不如这样 我今天请两位老婆上来 好吗 我当然没有理由不请张生的老婆 张生的老婆 Sylvia Hello 好了 那请Sylvia拿着一个咪 拿着这个咪 你坐近一点 张宇人 你不要坐我 你张太太是我的 你和张太太一起坐 OK 那Sylvia 你今天说来爆料 张生你也请坐 我们做小的站在这就可以了 是 你说你上来爆料 Sylvia 你先爆一个 有什么特别要爆一下 先震撼台下人心 她最近很疼她的孙子 有没有冷落你 没有 我冷落她 因为我刚才从美国回来 OK 好 据说 你的孙子一开始喊的时候 就只会喊你 看到 一个孙子 对了 所以她现在最重她 待会慢慢和Sylvia聊天 我知道Sylvia 基本上默默支持她 其实我看到很多时候 在饭局的时候 张太太都很在她的后面 默默地支持她 又帮她 整天都会招呼她的朋友 张太太你和她们 有没有打牌 都没有 这些 懂不懂打牌 是 好了 但是跟着 这位太太 就是和她的丈夫一起打天下 这位就是声乐集团的梁志慧太太 你好 Eling Eling Eling说很紧张 很紧张 但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主题 你先解释一下 因为你和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 起码都记得我 还有其实我们这么多本书 都是说我们饭食业 背后的家人是很惨的 就是承受得多 我们在前面要做的 特别是我们 我都说了很多次 我们饭食业就很不幸地 我们有很多 就是输到水浸眼眉都不懂 拿了老婆的房子去当都不要紧 拿了老婆的棉胎 棉纳都去当 到到自己要去坐牢 又不够钱 这个最低工资 遣散费 就还要老婆的房子都没得住 所以我们的家人背后承担的压力很大 所以待会等你问一下他们 这个我多年来的故事 所以看看他们给你一些回应 一个就是不是做饭食业的我老婆 做第二行 一个就是一直和我老公拍照 拍到现在很可憐 还在捱 所以还要养大了 孩子 现在都捱好了 一个女儿还未来洗碗 让牛丸了解一下我们的饮食业困苦 好啊 那我当然要先问Sylvia Sylvia 因为她近乎每一集的节目 她都提醒你的 就是说我老婆 其实是一打风的时候 就会觉得 开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晚老公会回来了 但后来才知道 原来老公很惨 因为那晚就不见了几十万 不是 他们一屋都开心 不用上学 是 但是见到我 就皱了眉头 因为几下围酒席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就没有了 发了鱼翅 又不知做什么 整缸鱼又不知做什么 但是最初她未必会认识 一般老婆 都未必那么快想 开始没那么快想 是的 见到我皱了眉头 才问问你 是不是 Sylvia 其实她经常说 你做她的老婆 其实也是很辛苦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做饮食业的太太 是这么辛苦的 因为我不同她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真的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明白她做饮食很辛苦 因为我们做教育 就比较紧张 一些小孩的成长 小孩的成长 是不是一定有父母 一起在家里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但是我那些小朋友 我是单亲的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 他们小时候突然间 陌生人一起吃饭很害怕 是的 因为你知道他们店里有饭吃的 从来一年都不回来吃饭一次 所以我们有个笑话 我先生有个笑话 就告诉他们 我们一起睡觉 那是双人房 但是单人床 因为她不需要双人床 因为我起床 她才回来 因为我早上 我教书 我七点多 我已经出门了 她才在家里 她才回家 然后她睡到一两点 她才上班 所以什么需要双人床 这个是我们两个笑话 所以小时候成长 是一个单亲小女 因为很少见到那个爸爸 是的 不过我觉得刚才 虽然你说是一个笑话 但其实挺辛苦 有没有叫她不要做的 有没有想过 或者曾经做过这个动作 没有 因为我的孩子是虾胶烧买卖 所以看到虾胶烧买卖 爸爸不要紧要有虾胶 还有烧卖 通常有虾胶烧买卖 有爸爸 OK 因为来我家吃 所以看到我 但你一来远招呼人 你不是来自己的桌子 招呼自己的子女 对不对 而而而而而而而是很不同 而而而而为 为何这么傻 要和老公一起出去打天 有她便可以 为何自己要这么辛苦做 其实我都会问自己的 哎呀 为何要这么辛苦呢 但没办法 洗濕了头 是的 当时创业 有需要叫我帮忙 想着出来帮忙 谁知道就洗濕了头 自己好像也挺喜欢做 是的 其实这一行 你觉得作为一个家庭 你知道女人家的家庭 作用很大 如果连妈妈都出去和爸爸 一起做饮食业 一起去打天下 那家里怎么照顾 变成孤儿 由单亲变孤儿 由单亲变孤儿 有没有这个感觉 都有这个感觉 真的吗 不过我就好一点 小朋友小的时候 其实我也跟张太刚才说 我们的小朋友是不用见到爸爸的 是的 是的 但是你也出去了 我是半路出家的 我是等到我的小朋友大了 我才出来 其实我出来工作是近这十多年 近这十多年 是的 是的 那些小孩都大了 是的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Eline 其实你觉得 如果夫妇好像你这样 最初 因为你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 你没有帮老公做饮食生意的 后来十几年 即这过去十几年就帮忙了 你会不会觉得 那个明白是多了很多的 会不会这样的 理解它会不会多了很多 会的 会的 有没有一个转折点 也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由我出来工作 自己经历了原来真的这么艰难 是 真的这么多事情烦 那就会多了理解 是多了理解 当然这个就是从你的角度 因为你后来又投入了这个行业 那我问一下Sylvia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在这个行业 但我真的 我每一次见到张先生 跟他们的饮食业的朋友一起吃饭 怎样也好 你跟他们的认识 你会觉得 你是觉得 你好像在做这些行业 对他们很认识 那样的 为什么呢 很融入他们的环境 我都觉得 我也是酒楼的太太 虽然我跟她不同行业 所以我对他们 因为他们经常都在一起 活动或者去旅行 真的很感谢煤气公司 经常主持 很多的旅行给我们 就是旅行住在一起 一起起居饮食 所以我对他们的认识 就是这样开始 然后认识了他们之后 我们觉得 我们教育实在是很合宅的 因为我们 在学校出来 又进入学校 我们真的不懂世面 但我觉得他们 懂得的东西 跟我很不同 所以我很欣赏他们 那方面 而且我们终身学习的 所以我在那里 真的学习 原来他们 从他们那里 明白我先生的行业 是怎样的 因为大家是女人 所以在他们身上 我是很尊敬他们 和学习很多 实际上我没有和我老公 即我先生 是分担他工作的 我只是觉得 我和他很不同 因为 例如他很喜欢 赌钱 我呢 这个真的爆料 我是没有听过的 因为他在酒楼 经常遇到很多 或者他家里的环境 我家里和他很不同 是 我们是 我真的 连麻雀都不会打 还有 他带我去 我们 独物业 独物业都去 我九岁会打麻雀 不是那时候还没做酒楼 我们的独物业 他也带我去 拉斯维加斯 不是 丽叉豪 我都忘了 总之是他在赌钱 我想想 我独物业 我想想 所以 他 我等他睡了觉 就去赌钱 我有几率 我有几率 所以和他真的很不同 我们讲起这件事 先爆一下他的事 当然 因为我们在海洋皇宫 去做 有夜总会 和你现在都不同 他认识很多歌声 那些歌声 有些很难倒 徐小峰也是他的 赌鞋 阿斐姐也是 阿迪波拉也是 阿借妍也是 最重要的是 阿迪波拉和借妍 和我们住一个屋邨 有一次 他平时很晚 下班回来 我都睡觉了 有一次他很早 六点多七点就回来 其实是九点多 那晚母亲节 我忘记了 他总之很早回来 但这件事一定很记得 你两个人都记得 我记得 但我说 你为什么这么早回来 他说 我回来 朗口洗脸 换睡衣 他不是回来 他换睡衣不是回来 睡觉 他就过去迪波拉打麻将 打通宵麻将 整晚都没回来 那就算了 第二天又回来 朗口洗脸 我上班 那晚又是第二晚 又是九点多 他又回来 朗口洗脸 穿睡衣 又过去那里 打麻将 足足打了三晚 通宵 他都不回家 但最早回来 那三天 这个事 我就可以跟你 你想想 一个老婆 都很容忍 是很伟大 我只觉得 好厉害 不是没人来唱歌 什么 不是没人来海洋皇宫唱歌 是的 我们要出卖色相 是的 我真的辛苦得你 很紧要 但是我真的很想问 其实刚才 我觉得Selfia姐说了一点 这个生活 是一个很少的片段 我相信这些 大大小小的片段有很多 那你怎样忍他 怎样能够用那么多个爱 你很老土 对不起 那么多爱 可以包容这个人 他虽然有点英俊 但是慢慢身形会改变 对不对 外表就靠不住 他就是喜欢我现在的身形 他以前不是这样 你以前也是瘦的 所以我很想问 如何包容得到 做酒楼的人 做饮食业的人 这样生活的方式 因为我和张仁 在礼拜堂认识 我们十几岁 我已经认识他了 我们觉得 神配给我 这个虽然很不同的人 跟我就是一个天 和一个地的人 但是 上帝一定有他的旨意 一定对 这个是全世界 你怎样会认得 那么不同的人 还要结婚 一定是有他的旨意 所以这个人 真是我 是 上帝是 配给我 是爱他 敬重他 以及欣赏他 会不会有时想你睡觉 可能 会不会合上眼 会不会想一下 因为他这么努力 为全家 他养全家人 你知道 教书赚了多少钱 他养全家人 我都觉得 实在 这个不是他的抱负 我们在美国一起 读大学 结婚 生孩子 他是被法科学院收了 但因为他爸爸身体不好 叫他回来 他这么孝顺 放下他自己的理想 和学业 回来 这个是我最敬重他的一点 所以 这个是我爱他的这一点 好厉害 真的很厉害 张先生 这个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你先说一下 再和彦琳再谈 给你一个机会 其实当时 我们打算回来几年 老子的身体好 我们预备走 我打算回来几年 就是 他养了我二十多年 算了 帮他几年 但怎料 就 走不掉 所以 因为 在饮食行业 真的很可憐 幸好他认为了这么多好朋友 明白 所以刚才你说的时候 他们的共鸣感应该是很大的 还有 羡慕 但我想 例如Eling 你有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 如果我怕 你会说 你的神又出现 有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 我问 张云经常说 能否嫁个酒楼佬 真是很麻烦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没有这些感觉 因为我认识梁先生的时候 其实都是 他还没有进行 都是很小的 我也是十多岁认识他 进行之后 你觉得人的性格 生活是否真的有很多改变 会否最初也接受不了 我都不会 因为那时候 我没有工作 梁先生做事 但我呢 其实我那时候也很享受 他玩我 就是又玩 是 那时候 做酒楼的 真的不喜欢回家 事实上 在酒楼十几个小时 放了工作 都是不回家 都是要宵夜 你也喜欢这种生活 是的 那时候我也是 都是跟他一起 宵夜 打牌 都是不回家 另外就是 他们好像很有共鸣 另外就是 张云经常说 在经济上 常常会有些上上落落 会否经常发生这些事 为生活 或者为财政的问题 而担心 这个是真的 我们都经历很多次上落 其实 担心的 甚至乎 好像沙士 沙士的 我们又不幸 其中有两间分店 刚好在沙士的地区 就是淘大和高威国 我们完全没有生意 梁先生说 站出马路 叫不用钱吃饭 都没有一个人回应 是 那时候 变成了财政有困难 那些孩子都在英国读书 花费都很大 那个年代 就真的会卖家产 真的会买当 当了粗棉胎 多少钱 会买房子 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经常都问梁先生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酒楼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是 真的 宁愿 买了些房子 拿钱来填在酒楼里 都不愿意不做 其实这件事真的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 是 张先生你明白吗 或者要不要把咪 拿到梁先生那里 好吗 梁先生 来吧 梁先生 是后面那位 没错 梁先生 我也很想听 没有 我们叫酒楼的蓝棉蜡 明显都穿着了 我们其他行员 我们不懂的 而且我们起码 有恩惠就是我们修宴兜兜的 是 那我们责任数而已 你不信就迟些钱吧 原来是这样 既然麁在你身上 我想问你 那梁太 Eling 其实她这十几年帮你 你觉得紧不紧要 非常紧要 如果没有去的 我们公司已经玩完了 哇 这么紧要 多谢 多谢 我也很想问一句 梁先生 因为今天我们说 其实做酒楼行业 饮食行业 如果家人不支持 是不能做的 如果不是只有梁太太 她支持你 她支持了你 她支持了你什么 她用私房钱支持你 精神上支持你 是什么支持你 令你觉得才能继续下去 她很细心做事 对数据很精 那我们的 粗资大业 粗资大业 因为是拍膊 那些货 那些货 低于30% 好像没什么所谓 那她来到公司 就把财政方面 那些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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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得很好 阶 kaikki 在财政 其实公司都那么大 他要在收� currently 那些财政 或者还在交出 所以开始翻面 但是 Рdos 你觉得最重要 Wh brainw are theщёers 要是要看得 Apart euchன 那一期财政 也是 同时大力 精神支持你 他是 精神如何支持你 所以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鼓励我 是 是 这个很厉害 谢谢梁先生 章先生 你有没有跟你说了这几句说话 对梁先生不同的说法 酒楼业要认识赞老婆 每个人都认识 但在心里 真的吗? 我还没听过这件事 认识了她这么久 今天你问她 是 是 是 她只是出来说 是 明白 因为男人很难说 是真的 她没有了老婆是大件事的 她的生意有问题 是 你问她的货 要问Eling才知道是吗? Eling看了货 看了数 她的生意就不停留下来 她的老婆就跟她兜住 是 我都不兜住 屋都没得住 另一方面我又很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很敏感 如果我多问了的话 大家见鬼 你知道我这些做主持就是这样 因为你们都经常夜夜生歌 是吗? 酒又喝得多 行为会不会容易偏差 这个问题是否敏感呢? 张先生 问不可以? 没什么敏感的 没什么敏感的 我先问一下Eling 你有没有担心过 她经常都这么晚 所以她跟着她去 不是 早期她不是 她是担心 她不告诉你 她就暗示了 子女睡几带跟着她去 但是早期 子女没那么早睡 她又去送她去英国 继续监着她 那你回答吧 Sylvia叫你不要跟别人回答 Eling 其实你之前那十多年 不是经常跟着她的 虽然你说有时候去玩 那你都要照顾 子女 有没有担心过 说真的人是人 还是男人 你觉得是否很难搞 都会的 其实都会担心的 因为刚才也说了 做酒楼 做餐饮 工作时间太长 在公司 在家里的时间很短 好像家里是酒店 就是睡觉 洗澡和衣服 生活圈子都是公司 公司 其实面对很多的 有员工 又有客人 又有美女 就是了 会有点担心的 所以就像张先生说 宵夜又跟着 他在那里坐 我就整台麻将在这里 OK 原来是要这样 你会有什么建议 给一些酒楼佬 或者饮食业的太太 是不是要像你们那样 要跟着今天 各思各法大家都明白 有些是適合你的用 有些是適合你的用 其实有很多招数 是的 我又问Sylvie 你更加 她又认识斐姐 迪波拉 很多美女 她没有说给你听 钟楚雄 是的 那时候你有没有更加担心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没有 因为我有我的宗教 而且我老爷奶奶很疼我 所以我知道 如果她有什么出位 我老爷奶奶不用我理她 我老爷奶奶第一个不要她做儿子 哈哈哈哈 已经处理了她 不如这样吧 因为我 待会有些朋友可以说一下 大家聊聊天 难得有时间大家聚在一起 最后我想问两位太太 做酒楼业或者饮食业 都真的辛苦的 我想问两位太太 其实作为家人 或者作为这些行业的人 你觉得怎样互相体谅 怎样可以沟通是最好的方法 虽然每个人有不同 不如Sylvia先说吧 因为我老爷也是做酒楼 所以她是第二代 所以我们家也接受了这件事 我的子女也接受了 虽然爸爸常常不在 但酒楼业就是这样 所以我儿子不肯入行 所以我儿子不肯入行就是这样 但压力是很大的 我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他投资了很多 突然间一晚他们可以接责 酒席是百多二百 突然间可以亏很多钱 所以这里令到我怠惰他 我们整个家人都是这样的 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在做酒楼的时候 我是很担心的 其实我里面是很担心的 但我又不敢说太出面 令到他有压力大 当他没有做酒楼 他看到我 你为什么睡得舒服了这么多 他才知道 我告诉他 我都压力多大 他不太相信我 是我而已 是你 之后他没有做 他就说 老婆 原来你整个人都放松了很多 而且不是为我们走楼担心 原来是真的 他也有这样 所以他对我很好 他在这里知道 我真的在这里很关心他 和很支持他 所以这些都是 做酒楼的 老婆 就算是不同行业 也好 因为是一个家计 是一个养生 都是在这里 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是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提示 给一些在座飲食业的朋友 有时候很难令到家人量解 未必每个人都会这样想 觉得有什么方法令到家人量解多些 或者支持多些 作为太太 那个部分 两个他们 经常都在家 辛苦 都是沟通多些 但是他们经常不回家 那怎么沟通呢 所以 都是在生活上 都沟通多些 和理解一下他们 就是酒楼行业 因为他们实在看到 嫖妥饮吹的人 那些客人都在 所以他们是很接近他们 所以真的是很大的危机感 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而且两夫妇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明白 最重要是沟通 对 要多些沟通 OK 不过这个也是最难的一件事 说真的 Elin 你觉得如何维持一个 除了一天都盯着她 之外 有什么好的方法 令到两夫妇更加明白对方的困难 会是日见夜见 嗯 其实我和梁先生的沟通 是 事实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我们一起工作 有时大家的想法不同 我自己这样想 总会有一个人要退一步 因为你不可能说 他喜欢绿色 你喜欢红色 你总要选一种色 总会有一个人要退让 是 是 我和梁先生的沟通 我们时间多 是 就是工作上 但是我们大家的默契 就是说我们回到家 就不要说公司 嗯 明白 在公司 如果有些什么 就在公司 咬完就算了 就是 咬完就算了 回到家 就不会因为公司的东西而影响 是 如果不是 天天吵架 就是 是 因为《金七招牌》这本书 来到第四本 我们写了很多很多 饮食业 他们很光辉 一个部分 另外一些辛苦的部分 都在书里提及过 我想家人的支持 真的很重要 所以今天 虽然我觉得两位都是很真诚的 说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沟通 但是每个人沟通的方法 都是不同的 真的有机会就多些 研究一下怎么做这个部分 张先生 我和大家这个部分的对谈差不多了 因为我不想太暗沉 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觉得有些什么 你要不要自己的欢迎词 多谢词 在这些部分里面 原来已经尾声去做欢迎词 当然 多谢大家来到这里 去支持你 这个是必然的 真的很多谢 其实这本书 我虽然 我的拍档说 分分钟有第五本 我就会觉得困难些 因为现在我看东西 越来越辛苦 灯光不够又辛苦 眼睛就开始危 所以怎么也好 多年来的第四本书 故事就要由六年前说起 五年多前 牛丸开始说起我这个拍档 他来我写字流 因为我们在九十年代 已经在商台我做节目的时间 已经和他合作过 他卖掉了我 走到第二个台做 他就问我可不可以 想想做另一个电台节目 一 因为我以为自己很值钱 我跟他说钱 钱 很失感情 很失感情 第二 就是说一说 我们应该做过什么节目 金七招牌的名字 其实都是我和刘远勋 一起去想出来 我当时想了第二个名字 我记得好像不知道 什么 我好像不太好 我就想想想 说了这个金七招牌 所以到我们说了电台去做这个节目 都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想我们年底去谈 到我们五月十八到 我还记得 就是我们电台第一次的第一集 现在说的是 今年是第五年了 5月十八已经开始 我们第五年了 所以当时我儿子还没有车 我还记得 有一次在车上 就跟他说这个节目 我儿子就 单亲 就是我们单亲妈妈的儿子 就坐在车上 不如你可以做这个节目 可以将他出一本书 我说 出书 字我也不懂得可以出书 所以怎么也好 第一本 就是金七招牌 就出了 其实我儿子也很帮忙 这么多年来 都是他去做设计 所以儿子 多谢你 让我这样的想法 站起来 让人看看 对 在找儿子在哪里 当然也很感谢梅喜公司 不论他们不同的同事 陈先生也有上过来 做我们的嘉宾 这四年多以来 梅喜公司都赞助我这个电台节目 我当然觉得牛丸收听率很高 所以很多人听这个节目 当然梅喜公司也肯赞助 所以当我要申成 从来都没有给过这么多钱 这些烂鬼主持 都肯赞助 那怎么也好 梅喜公司很感谢 今天中伟萍好像没有来 其实如果你们留意 第三、第四集 我儿子已经把书设计的布置 去了钟伟萍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 我也顺带说说 我也有份帮忙 在林郑月娥做发展局局长的时间 活化功下的时间 他很少可禁用 以前他不能出售酒牌 我说教他也不肯赞助 终于要我发脾气 看不过眼 一间烂鬼酒楼 为什么出售酒牌也有事 抓了他十几个同事 开了一次一个小时的会 教完他们 以后他也没有困难 但这个他很早来找我 所以现在那个在火炭 那个 是否算火炭 是否算火炭 他的博物馆 其实里面所有的背景 第三集和第四集 都是在他的博物馆 即是这个封面的背景 这是封面的背景 还有我儿子有些照片 都是在他的博物馆 而且今年的序都是他写的 当然我也要很感谢四年来跟我写过罪的朋友 在我的第四本 都说了他四位 如果我现在买关子不说了 你想知道是谁 出去买一本书 今天我跟你签名 你就知道是哪四位 又要多谢他们 我知道我说来说去 一定会漏人 Mabel今天叫我 要不要写下 我说怎么写 接着当然 新城电台也很重要 新城电台也给了一个 现在四年多 时间给我讲大家的故事 我觉得很多谢你们 也肯上来接受访问 其实有些朋友 我是要涉而不舍 有些说三几年 只要找到他上来 每个人都说不要 但是怎么也好 就算你很快就答应我 也好 要我等三年也好 我也很感谢你们 因为其实是你们 令到那个节目 亦都是你们令到这个书 是多人听 多人看 我有理由相信 我没有记得是多少 我们的书 都买了一万多本 所以当然 每本都有超过五十个故事 多谢你们 四成五十 都超过二百个主角 是 帮我 给你们的照片 给你们的旧照片 你们的英俊照片 你们的历史 放在这本书里 很多谢你们 当然 跟我熬了四年 Kitty是否在 在后面 在后面 Kitty Kitty又帮我写这本书 是 一起跟我做电台节目 然后跟我访问一些嘉宾 因为我们电台节目 就很短时间 所以那些故事 和照片都要靠他 帮我去做这件事 Mabel 我有什么人 多谢曼妮 多谢曼妮 曼妮 在外面卖书 多谢曼妮 四年来 都一直帮我 很辛苦地 替我做这本书 因为 当然我没有时间 所以 当然她们很多时候 都要遷就我的时间 所以 还有哪位 K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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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曼妮 千曼妮 的同事 Kacy 已经没有跟曼妮 但也很有意气 其实我上一本都在想 哎呀 她都走了 那出什么呢 不要紧 她继续帮你手 所以她 真的很有意气 继续帮手 问完这么多了 Mabel Mabel OK 多谢大家 大家不要动 我们三个下来 摄影就会在这里拍过去 大家不要动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